元月十五 小侯爷萧元晓奔波在逃婚的路上 凌蓉告诉他 刺客快追上来了 要尽快离开去寻求帮助 萧元晓连你都看不出他们是什么人吗 凌蓉表示自己无能为力 萧元晓一拍折扇 自己只是离家出走 顺便逃个婚而已 有这么大的罪过吗 凌蓉表示 违抗皇命 杀头很正常 萧元晓嘲笑他 就是活得太认真了 自己是皇城迷倒万千少女的小侯爷 怎能甘心 娶个虎背熊腰尚未开化的蛮族公主吗 凌蓉将身上的披风解下 让他换上 自己披上萧元晓的披风 告诉他自己会去引开他们 让他直接去边境港哨 求助萧龙将军 告知他真实身份 他或许会帮忙 等自己甩开刺客 就找他会合 达妙妙爬上屋顶 身后的左左右右担忧地表示 昨天中原的皇帝才给他指婚 今天就跑路不太好 达妙妙差点从房顶上掉下来 否认表示自己才不是要跑路 这是要赶在迎亲队伍来之前 找个中原人 生弥煮成熟饭 到时候皇帝没辙 就不用远嫁去什么渡城了 左左右右无语 你为了逃婚 随便找人澄清 这又是什么逻辑 达妙妙很是兴奋 自己肯定找个白白嫩嫩美夫君带回家 左左右右拂额 你真的知道 夫君是用来干嘛的吗 没办法他实话实说 世界那么大 总得去看看 他就是要跑路 这时烟花绽放 从没见过的他很激动 天上再开好大的花 左左右右提议 不如此时向月亮神女许个愿 达妙妙虔虔诚的闭眼 恳求月亮神女保佑他 寻得一位新姨夫君 萧远小在人群中逆行奔波 很是显眼 自然引起了达妙妙的注意 默然回首 两人目光相接 萧远小挺新奇 这红毛还挺可爱 达妙妙对他一见钟情 随后他兴奋地甩动手里的网 这就是自己要绑的人 左左右右很是震惊 大猪蹄子真的出现了 达妙妙一把网住萧远小 萧远小很绝望 遭遇刺客了 不会这么倒霉吧 他和左右二人 把萧远小拉上屋顶 无视了萧远小的挣扎和辩解 把他绑成了木乃伊 左左很担忧 咱们真的要在大庭广众下抢人吗 又又安慰他 抢都抢了 达妙妙把萧远小举过头顶 到手了 撤退 萧远小睁着眼 发出来灵魂三连 我是谁 我在哪 我头上 这朵大红绸花是什么 他无奈地回忆了一下 昨天和凌蓉分开后 自己就在大街上 被三个莫名其妙的 红毛怪绑架 丢进了这个房间 无奈叹气 为什么赏灯都能被绑架 完全没头绪 他们想干什么 门外传来脚步声 达妙妙端着玩 闯进来喊了一声夫君 还好吧 萧远小夏的冷汗直流 达妙妙比划着剪刀 笑着解释 光顾着吃中原美食 差点把夫君给忘了 还好还活着 这个矮小鬼拿着剪刀 到底要干嘛 却见达妙妙 剪开了萧远小身上 绑着的布条 他松了一口冷气 还以为他是来收风流债的 达妙妙有些脸红 萧远小一挥折扇 抢先开口问抓自己过来 是有什么能帮你的吗 他拿着糖葫芦 豪放地让他跟自己回家 要娶她 萧远小金的吐血 我们根本不认识啊姑娘 而且为什么是你娶我 左左右右手在门口一言难尽 这位公子表情激进吐血 果然老大的想法 你接受 萧远小努力维持着嘴上的笑 转身就走 达妙妙飞扑过去 抱住了萧远小的腰喊他夫君 告诉他自己不会让他走的 他若是走了 上哪去找这么好看的夫君啊 他暗爽 萧远小你总是这样 不经意就沾了花惹了草 萧远小笑着回头问他 当真知晓 夫君是做慎用的吗 达妙妙回答 是用来美美地摆在身边 让自己开心陪自己玩的 他轻笑了一下 那自己就多做一点 会让他开心的是吧 萧远小捏起达妙妙的下巴 左左右右一惊 这大猪蹄子想干嘛 达妙妙还在好奇 是什么让他开心的事 萧远小笑着亲了上去 达妙妙确实很开心 好看的人嘴唇也这么软吗 好像刚才吃的汤圆 他张开了嘴咬在萧远小的嘴上 左左右右大骂灯徒子 正要上前制止 萧远小自己败下阵来 捂着嘴默默流泪 才从蛮族巨熊的阴影里逃出来 接着就要落入咬人的短腿科技掌心吗 我一定要逃走 达妙妙问 左左右右夫君哭了 该怎么办 二人笑着一口同声 让他别管他 左左走进房间 给萧远小送饭 却发现屋里没人 赶紧告诉达妙妙他 顺着绳子从窗户逃走了 正在专心打年糕的达妙妙 大吃一惊 手里的工具掉在了地上 为什么 难道因为我 把他咬肿了吗 还想给他捶年糕吃呢 这边萧远小还留在原来的屋子 听着他们在外面忙手忙脚心想 真好骗 等他们仨离开自己 就能大摇大摆地走出去了 达妙妙在街上四处发传单 问有没有见过 自己特别好看的夫君 这时 有官兵站出来 向他索要他的通关文书 还问他 是不是前天晚上的 骚乱的始作俑者 达妙妙判断 这就是长老提到过的 会感人的中原兵家 连忙挤出眼泪 官兵也慌忙 连忙安慰 让他别害怕 自己只是问问 他趁机踹了一脚 其中的一个官兵逃走了 达妙妙跑在前面 呼喊左左右右 官兵在后面穷追不舍 街道的另一头 戴着面纱的萧原小 看着心上的报纸 自己竟然又上了 大流八卦日报头版 这次居然是受害人 真是新鲜体验 不过并没有黑衣人的消息 林荣看来是逃脱了 但他为何没有来找我 又是谁想要杀我 身后突然有人说话 前面那个蓝斗篷 真是让我们好找啊 身后的黑衣人举着刀 听说你是皇城那边 美颜盛世的公子哥 今天可不会让你再跑了 萧原小有些迟疑 盛世美颜 随后揭开面纱 露出了被达妙妙咬肿的香肠嘴 黑衣人全部吓了一跳 肯定是认错人了 萧原小松了一口气 没想到拖咬人科技的福 居然躲过一劫 萧原小思考着 不是我不小心 而是事到太危险 还是赶紧去寻求萧龙尹保护 比起止婚 还是命更重要 忽然身后传来沉重的呼吸声 这个声音是 萧原小紧张地转身 真的是达妙妙 回到住处 达妙妙一脸难过 好不容易摆脱了官兵 却把夫君弄丢了 说完就大哭起来 左左右右安慰他 可以去找个更好的夫君 他觉得 没人比萧原小更好了 继续哭着拒绝 左左右右吐槽他咋这么认死理 院子外突然传来了惨叫声 似乎嗓子都披哑了 门被猛地推开 萧原小冲了进来大喊 让他们快帮自己赶走后面的恶犬 达妙妙和左左右右齐声喊夫君 他很无语 都叫自己夫君怎么个意思 传说的恶犬 乖乖待在达妙妙身前 明明很可爱 他笑着调侃他被追了十八条街 原来是怕狼 萧原小大惊 这是又狼 他萧原小 怎么可能怕小狗 只是不知他 为何要追着自己不放 达妙妙注视着小狼交流了一番 原来是他身上有小狼 要找的人的气味 所以要跟着 萧原小吓到了 悄悄问左左右右 你们老大没毛病吧 他在和狼说话 左左骄傲地介绍 他老大本就能解读授语 还想说什么大祭司 就被幼幼捂住了嘴 幼幼警告 他不能说出老大的身份 如果公子仅仅是因为老大的身份 答应这门亲事 那不是他们想要的结果 萧原小满脸黑线 你们已经说漏嘴了 魏魏族的祭司吗 他回想起小时候看贤书 和师父的交谈 师父问 怎么想起看魏魏志其路了 自己只是 当画本看着完 居然真的有这么神奇的种族 书上记载 他们皆为红发 天生神力 并且可以一食野兽 他们族中的祭司 甚至能与山川天地 万寿神鬼交流 假的吧 人怎么可能和山川 神鬼 动物交流 师父让他自己眼见为实 回到现实 这红毛丫头 竟然是魏魏族的祭司 真是人不可貌想 不过不会这妖巧吧 魏魏族的祭司 她就是传言中的那个 虎背熊妖的蛮族公主 自己未来的娘子 萧原小跪倒在原地哭泣 谁家男主这么惨啊 达妙妙抓住她的手臂 让她跟上来 自己有宝贝要给她看 萧原小下的石花在原地 老天爷 我能拒绝吗 萧原小看着达妙妙 展示出的巨熊帽 内心充满了震惊与疑惑 达妙妙愉快地向萧原小解释 这是她首次徒手击败 大白熊后制作的 萧原小无奈地戴上了巨熊帽 但心中并无任何喜悦之情 脑海中只剩下徒手打熊这几个字 达妙妙向萧原小介绍 每年三月 他们那里的人们都会穿上盛装 庆祝春猎节 男人们会戴上自己最帅气的皮帽 看着达妙妙对自己的外貌如此自信 萧原小对此并无认同 但鉴于达妙妙的武力值 她并未直接扔掉帽子 而是让达妙妙将此宝物妥善保管 带到重要场合再佩戴 随后 左左右右收拾好了行李 达妙妙带着萧原小准备回家澄清 萧原小请求达妙妙再考虑考虑 她担心自己是个恶棍毒鬼 天煞孤星 或是人人都想杀之的倒霉蛋 然而 达妙妙对此毫不畏惧 她坚称 无论发生什么 她都会保护萧原小 常年混迹于花丛中的萧原小 初次遇到达妙妙这般勇敢和无私的女子 感到十分新鲜与有趣 达妙妙并不知道自己的夫君是谁 而萧原小并未准备好化名 下意识地连说了两声萧 但随后硬生生地将真名憋了回去 达妙妙误以为萧原小的名字是小小 对其名字表示赞赏 称其名字与她本人一样特别 大街上 萧原小边走边思考 如何寻找机会逃脱 然而 身后的那只狼却是个棘手的问题 此时 路边的大妈们正在讨论前几天闹事的红毛 为了避免引人注意 达妙妙和左左右右立即戴上了帽子 小心翼翼地离开了现场 就在他们要离开时 听到大妈们议论道 外族公主嫁给未来侯爷并不算亏 听到这番话 达妙妙对此表示不屑 此时 萧原小看到达妙妙满脸怒气 决定进一步试探她 妙妙姑娘 你如此急着澄清 是否是为了逃避婚事 她问道 达妙妙紧张得满头大汗 努力保持镇定 解释道 当然不是 然而 她竖起的大拇指 却让左左右右感到无语 萧原小将达妙妙的反应尽收眼底 继续追问 那么 那位公主究竟是何等美人 达妙妙听闻此言 冷汗直冒 双手紧握 不知所措 随后 她随意指向一位身材魁梧 身高八尺的美丽女子 那位公主 就像那位姐姐一样美丽 三人转头看去 瞬间惊呆了 达妙妙仔细一看 发现那位美丽的姐姐 竟有些眼熟 最后 他们来到了一家酒房 达妙妙指的那位身材魁梧的美丽女子 回头看向他们 达妙妙瞬间感受到了一股 难以言喻的酸爽 酒房之中 一位壮硕如雄的女子 飞奔向达妙妙 激动地呼喊着 亲爱的宝贝 达妙妙很快意识到 这位女子似乎是自己的哥哥 但她为何身着女装 并自称姐姐 达妙妙无法理解 但她仍然热情地 为哥哥介绍了自己的丈夫 名叫萧元晓 哥哥的目光 十分凶狠地盯着萧元晓 萧元晓感到对方的眼神 充满了威胁 哥哥的表情瞬间转变 抱着达妙妙转了好几圈 不停地称赞 让萧元晓感到惊讶不已 虽然萧元晓不理解 他们为何如此平静地 接受了这样的设定 但看到时间不早了 哥哥与达妙妙道别 达妙妙拉着哥哥的衣服 劝说他和自己一起回去 哥哥摸了摸达妙妙的头 告诉他 等他长大了就会明白 他回去后 要好好安慰阿爹 然后 哥哥转身看着萧元晓 以最和蔼的表情 说出了最严厉的警告 让萧元晓保证 不能让达妙妙伤心 感到非常害怕的萧元晓 觉得他们比追杀自己的人 还要可怕 一行人告别了哥哥 开始出发离开 哥哥站在原地 目送着他们 突然听到了刺客的声音 竟然是追杀萧元晓的人 哥哥立刻抽出两米长的棍子 回头阻止他们 并告诉他们 他们不能找自己 可爱的妹夫的麻烦 两名刺客立刻感到情况不妙 郊野深潭 警大夫观音作主 十分有雅性地钓着鱼 钓了很久后 他感到有些困倦 这时 一位拥有腹肌的白毛男子 走了过来 告诉他 必须在三秒内 离开他现在的位置 否则将会倒霉 警大夫的冥想被打断 感到十分生气 三秒后 湖面上扬起了一阵水花 全部都打在了警大夫身上 警大夫发誓 一定要找机会 收拾这个高空抛物的混蛋 他的头上 可是百米高的悬崖 白毛腹肌男走过去 仔细查看 浮在湖面上的人 伸手试试看 这人是否还活着 他惊讶地发现 这人竟然是玲蓉 他十分好奇 玲蓉该如何报答 他的救命之恩 夜幕降临 四人和一头狼 在郊外露营 打算次日返回寨子 为了分配帐篷 他们决定 通过石头剪刀布的方式决定 最终达妙妙轻松获胜 此时 坐在火堆旁的萧原小 认为他们的行为有些幼稚 达妙妙提出 要和萧原小共住一顶帐篷 这令左左右右 和萧原小大吃一惊 萧原小心中暗自担忧 难道自己的真操将不保 左左右右面露难色 两人从行囊中取出了一些工具 准备做些什么 达妙妙一脸轻松地 向五花大榜的萧原小道晚安 而萧原小则看着帐篷顶思考 接下来该如何应对 达妙妙误以为萧原小即将见到他的父亲 紧张得无法入睡 于是安慰萧原小不要担心 看着无忧无虑的达妙妙 萧原小心中满是羡慕 在睡梦中 萧原小被达妙妙叫醒 并让他擦去口水 萧原小微笑着问道 你抬头看到了什么 达妙妙呆呆地看着头顶的星空回答道 真好看 这让萧原小十分生气 笨蛋 我们的帐篷被人偷走了 然而 左左右右仍在熟睡 次日 萧原小不出意外的感冒了 四人整理行装 准备返回寨子 此时萧原小却想不明白 为何能在不被察觉的情况下 接近他们的人一定是高手 但偷走两顶帐篷 是怎么回事呢 这只看家护院的狼 似乎并没有发挥作用 达妙妙安慰萧原小 不必过于担心 偷帐篷的人 比那些一直跟踪我们的人 要友善得多 有我们在 你不用害怕 萧原小听了达妙妙的话后沉思 达妙妙如何能在如此远的距离 感知到他人的恶意 达妙妙回答 当然可以 萧原小觉得这个事情非常有趣 于是一掌拍向了达妙妙旁边的石头 并完卫地问道 你认为我现在是否有恶意 达妙妙愣住了 因为他并未感觉到恶意 但却有一种十分危险的感觉 达妙妙意识到 萧原小在开玩笑 于是直接将他顶飞 萧原小背着一头顶的口吐鲜血 但他与达妙妙一大一小的两个人 就这样静静地对视着 萧原小心中充满了疑惑 达妙妙的力气 为何如此之大 就在此时 一支箭笔直地插在了萧原小的头上 两人感到好奇 这支箭究竟是从哪里射来的 当他们看到射箭的人时 这人正一脸不悦地看着萧原小 并质问道 你想对我的宝贝做什么 萧原小满脸委屈地辩解道 明明是我自己被人做了些什么好不好 达妙妙看见许久未见的父亲 立即飞奔过去 跳进父亲的怀抱 听到父亲询问他 离家出走是否愉快 达妙妙来不及开心 立刻找机会逃离 父亲预料到达妙妙的行为 立即抓住达妙妙的辫子 阻止他逃跑 看着达妙妙假哭的样子 父亲心软了 决定不再惩罚他 左左右右向首领问好 看到人群中的父女二人 萧原小若有所思 这个男人是魏魏族的首领吗 山顶上达妙妙的父亲 叫住了萧原小 热情地欢迎他 来到魏魏国东敖寨 山顶上的萧原小 被眼前壮观的景象震撼住了 东敖寨里 村民们热闹地围在一起 达妙妙想吃娘娘做的烤饼 娘娘注意到了萧原小 这个漂亮的小伙子 吃着烤饼的达妙妙 突然意识到 他还没有向父亲介绍萧原小 达妙妙走到父亲面前 向月亮神女启示 我达妙妙要娶她 老爹和村民们都震惊了 久久不能消化 众人小声讨论 达妙妙公主 不是要嫁给中原的小侯爷吗 萧原小听到众人的一人声 还有点期待 如果大家知道 自己就是那个小侯爷 会是什么表情 达妙妙的父亲 拍了拍达妙妙和萧原小的肩膀 一脸笑容地 让他们跟自己过去 木楼里 达妙妙觉得 父亲一定很满意萧原小 萧原小却觉得 达妙妙阿爹刚才的笑容 很有杀气 二人齐齐望着达妙妙阿爹 阿爹深思熟虑后表示 达妙妙突然带回来个续服 不好向刘朝皇帝交代 达妙妙十分激动 他不想嫁给那个游手好闲 只知道吃喝嫖赌的坏猴子 萧原小一脸尴尬 自己是侯爷 不是猴子 达妙妙的父亲 也不想达妙妙远嫁 决定到时候找个机会 弄死那个小侯爷 达妙妙觉得 父亲的想法真是太好了 看着大声密谋 要杀了自己的父女二人 萧原小暗自决定 绝对不能暴露 自己就是小侯爷的事情 阿爹决定询问萧原小的态度 萧原小看着心思 写在脸上的二人 深吸一口气 在下 很欣赏妙妙姑娘 绝对不会放手的 没有得到想要答案的 达妙妙阿爹 一脸挑衅 想做咱家媳妇有那么容易吗 岳父 在下不会退缩的 达妙妙阿爹 脸上轻轻爆起 很好 记住 你今天说的话 次日 萧原小坐在门口神情沮丧 回想起 昨天自己给自己挖的大坑 妙妙阿爹告诉他 不久后便是春烈节 族中的勇士们都会参加 萧原小若想成为妙妙的夫婿 便需通过挑战 当时 萧原小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但现在他后悔不已 为何要脑子一热就答应了呢 难道是因为 看到妙妙 为自己担忧的神情吗 正想着 达妙妙一脸欢喜 递向萧原小跑来 原来你在这里 萧原小看着达妙妙 顺口夸奖道 妙妙今天格外美丽 达妙妙听后 小脸泛红 害羞地用小拳头 轻轻地捶了萧原小一下 萧原小随即倒地吐血 达妙妙连忙道歉 然后躺在地上看着萧原小 他愿意为他揉揉 萧原小低头 看着达妙妙无辜的脸 决定要与他互相伤害 他突然对达妙妙 进行了头锤攻击 结果两人都受了伤 路过的上上 向地上打滚的两人打了招呼 达妙妙捂着额头 看着难得调皮的萧原小 萧原小也因为自己幼稚的行为 感到尴尬 妙妙找萧原小 是有话要和他说 萧原小接受勇士挑战的行为 被认为是非常勇敢的 妙妙表示 他会全力以赴地帮助萧原小 萧原小一脸玩味地问妙妙 难道你不怕我通过挑战后 还是想要回到中原吗 妙妙听后先是一惊 然后开始难过 眼看就要哭出来了 萧原小赶紧告诉妙妙 他是在开玩笑 萧原小伸手拿起了妙妙的小辫子 笑眯眯地向他道谢 妙妙看着萧原小 笑得像个傻子 上上和下下过来了 邀请妙妙一起去挖竹节虫 妙妙很感兴趣 表示马上就去 妙妙让萧原小在家等着 他会给他带回好吃的竹节虫 萧原小尴尬地回应 他不需要虫 普通的食物就可以了 这时 上上猛地回头 向萧原小做了个鬼脸 然后转身追上大部队 萧原小一脸无语地看着上上 在冬熬寨中 达妙妙抓捕了竹节虫后 回到了家中 萧原小正在家中等待着他 达妙妙一边欢快地唱着歌 一边端着准备好的美食 走向萧原小 其中包括爆炒竹虫 炸鸟鸟和沙虫带菜等 当萧原小看到满桌的虫子时 冷汗直冒 达妙妙兴奋地向萧原小介绍 这些菜是由最优秀的厨师 为他精心制作的营养大餐 萧原小对这些虫子无法下口 决定开溜 达妙妙紧随其后 不断地劝说他尝试 然而 身后的达妙妙被石头绊倒 手中的美食洒落一地 萧原小及时出手 扶住了达妙妙 并在一旁看着漫天飞舞的虫子发呆 就在这时 一只尾随他们的小狼 突然冲了出来 张口咬住了空中的虫子 达妙妙告诉萧原小 小狼认为虫子是美味的食物 萧原小无语 觉得自己不可能像狗一样食用虫子 突然 远处传来的狼群的脚步声 萧原小和达妙妙回头一看 原来是上上骑着失控的狼潮 他们冲过来 上上家中是驯狼的行家 当他看到萧原小 竟然拒绝吃达妙妙 为他精心准备的食物时 怒气冲冲地向萧原小发起了决斗 萧原小和达妙妙看着上上 觉得这并不需要决斗 然而 上上却为达妙妙打抱不平 认为只有强者才能够挑三减四 萧原小被激起了斗志 决定迎战 上上提出了 比试谁的排名更高的比赛 输者虚无条件答应对方一件事 萧原小笑了 同意进行比赛 他相信自己不会输 看着剑拔弩张的两人 达妙妙握住两人的手腕 鼓励他们 达妙妙决定 明日萧原小和上上将开始接受特训 在野外的训练场内 妙妙向萧原小和上上 介绍了长老推荐的黄金力量训练法 然而 萧原小对这一切完全摸不着头脑 上上则对此充满了热情 妙妙要准备春猎节祭祀 先离开了 留下了萧原小和上上在原地 上上激情肆意 立刻开始了锻炼 结束锻炼后 他趴在草垛上休息 抬头看到坐在高处的萧原小 心中充满了疑惑 他认为萧原小在偷懒 难道他不想赢了吗 萧原小看着汗流加倍的上上 询问他的名字 上上以愤怒的语气回答 然后 萧原小指着远处的雪山 询问那是不是传说中的圣山 上上看着那座山 一时没有回答 然后缓缓告诉他 那曾经是圣山 但现在是晋山 十九年前 刘国与鬼方国爆发战争 圣山被鬼方人占领 从此被列为禁区 禁止任何人靠近 听完上上的描述 萧原小若有所思 因为那时候 上上还未出生 此时 上上决定动手教训一下萧原小 但当他的拳头挥向萧原小时 萧原小恰好弯腰避开 这让上上感到十分惊讶 看着萧原小 毫发无伤地和他继续交谈 上上开始怀疑自己的实力 难道刚才只是偶然 上上不甘心 再次挥拳向萧原小攻击 但这次萧原小轻松 接住了他的拳头 并温柔地握住 上上顿时感到一股寒意 迅速逃离了现场 萧原小看着逃跑的上上 心中感到无比畅快 他回头看了看圣山 轻声自语道 十九年前 我也还未出生 在景大夫家 凌蓉缓缓缓睁开双眼 眼前的景象 让他感到惊讶 一个戴着眼镜的怪人 正激动地叫着胡仔 凌蓉对此充满了疑惑 他发现自己 似乎还活着 但他不知道 自己身在何处 也不知道眼前的 这个白毛怪人 究竟是谁 胡仔 金色的眼睛 他是鬼方人 凌蓉开始挣扎着坐起来 询问他们的身份 但这些人并没有回答他 我们是何人 我乃斩神屠佛 鬼将 黑无常 病弱的凌蓉靠在墙角 让胡仔不要靠近 胡仔难以置信 自己随口胡周的话 凌蓉竟然信以为真 景大夫让他注意 不要吓到凌蓉 凌蓉看着他们 二人嬉戏打闹 心中充满了疑惑 这两人究竟是何方神圣 胡仔拖了一把椅子 一脸嘲讽地盯着凌蓉 凌蓉被胡仔的眼神 吓得不寒而栗 冷汗直流 胡仔一屁股坐在椅子上 缓缓开口 此处乃是流国边境 我们在悬崖下发现了你 费尽九牛二虎之力 才将你救活 凌蓉松了一口气 向他们二人道谢 胡仔霸气回应 那么现在该你来告诉我 是谁 想要取你性命 凌蓉开始回想 自己在引开杀手时 发现了杀手腰间的 安平侯府令牌 不知少爷是否知晓此事 回忆完毕后 凌蓉表示 这与你这个鬼方之人无关 乌鸦飞过 气氛尴尬至极 胡仔仰起嘴角看着凌蓉 确实与我无关 抬起手 捏住凌蓉的下巴 但我想知道 凌蓉十分生气 但仍然无法挣脱胡仔的手 我希望你对我这个救命恩人 能多谢尊重 凌蓉慢慢地往后退了退 抬手按住胡仔的手 请放开我 感谢你救我 但此事 树难奉告 景大夫看着这有些诡异的气氛 一时间觉得自己有些多余 凌蓉缓缓缓地移动着 想要离开 景大夫建议凌蓉再多休养几天 凌蓉撑在墙边 摇头拒绝了景大夫的好意 胡仔咪咪一笑 一记手刀落下 凌蓉硬生倒地 好好的在此处尽心修养吧 景大夫则被胡仔 下手太重了 昏迷中的凌蓉 口中还在念叨着 要通知公子 野外训练常理 妙妙十分困惑 上上回了寨子嗷嗷叫 再也不肯过来了 萧元晓心虚 因试练得太辛苦了 妙妙问萧元晓准备好了吗 文事即将开始 萧元晓自信地回答 随一口 皆可应对 只吃三字经的妙妙 觉得萧元晓十分厉害 萧元晓表示 自己自幼 便被和尚师傅逼着读书 妙妙从未见过和尚 对此感到十分好奇 萧元晓得知 妙妙明日将在春烈节上跳舞 妙妙兴奋地回答 正是如此 你一定要来观看 不许赖床 晴空万里 锣鼓喧天 东傲寨的村民们 早早地聚集在一起 期待着一年一度的春烈节的开幕 风吹起了妙妙的裙摆 也带来了少女脚上的铃声 妙妙跳起了祭祀舞 那一眼仿佛神女将士 萧元晓看着舞台上的妙妙 愣在了原地 首领抬手向空中麾下 春烈节正式开始 村民们热烈地回应着 然而 萧元晓却感到无法忍受 捂起了耳朵 勇士试炼即将开始 现在许多人聚集在文士场所门口 左左和右右 负责记录勇士们的状况 他们首先采访了一位 第十一次参加挑战的选手 然后采访了一位 去年掉进坑里的倒霉先生 觉得他们很无理 萧元晓不知道 左左和右右在忙什么 左左询问上上 今年第一次参加的目标是什么 上上认真地思考了一下 然后指着远处的萧元晓 表示要战胜他 左左对今年的春烈节充满了期待 他想知道 是否会演变成 魏魏族人和中原人的比拼 妙妙戴着巨熊帽 出现在萧元晓身边 萧元晓吓得以为熊头在说话 妙妙提醒他 忘记戴熊皮帽了 戴上他会带来好运 人群中的二人 显得格外显眼 萧元晓听着大家的议论 尴尬的脚趾抓定 在压力下 他戴上了熊皮帽 考试开始了 勇士们纷纷进入考场 萧元晓觉得 这次的考试 有点像他朝的科举考试 只是学生们看起来很可爱 娘娘让勇士们按顺序抽题 萧元晓觉得 应该不会太难 但当他打开试卷时 发现 这是他从未见过的题目 文士挑战 萧元晓未能成功通过 在这个巨大的房屋中 传来了一阵夸张的笑声 他受到了极大的打击 因为他明明都认识那些字 却无法理解 门被打开 妙妙阿爹走进房间 脸上挂着虚假的微笑 安慰萧元晓并鼓励他 文士失败了 接下来的两关 他需要更加努力 妙妙让阿爹控制情绪 但阿爹无法控制 笑着离开了 妙妙回头看向萧元晓 发现他的整个身体 似乎被火焰包裹 阿爹的出现 激发了萧元晓的斗志 他向妙妙询问狩猎挑战的规则 妙妙回答 排名第一就可以过关 萧元晓感到崩溃 因为他认为文士太过随意 而狩猎却如此严格 他疑惑地看着偷笑的妙妙 发现他的表情与平常不同 他感到了一丝开心 萧元晓感到脸红 两人开始打闹 这时 门再次被打开 上上的声音传来 原本打闹的两人立刻停止 上上气愤地看着萧元晓 并表示 他会让他在哭泣中承认失败 萧元晓和妙妙都不理解 上上为什么如此生气 上上生气地离开 下下看着他离去的背影 轻声呼唤 在野外 萧元晓和妙妙商量对策 萧元晓想知道 稀有猎物的评分是否更高 妙妙回答他 确实如此 但稀有猎物很难找到 萧元晓打量着妙妙 我不是有你吗 我的小公主 妙妙反应过来 萧元晓发现了 自己是公主的事实 妙妙开始感到开心 因为他终于不用担心 如何向萧元晓坦白 这时 一声惊呼传来 下下飞扑过来 妙妙连忙询问 发生了什么事 下下哭着请求妙妙去救上上 上上为了赢得比赛 独自一人带着狼前往进山 妙妙感到震惊 但萧元晓却不明白 事情的严重性 看着萧元晓 也想去进山的样子 妙妙严肃地解释 阿爹禁止大家去圣山 是因为那里会出现杀人鬼 妙妙立即做出安排 让下下回去通知首领 自己则去追上上 试图在进入禁区之前找到他 萧元晓一把抓住妙妙的手腕 表示自己也要去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上上抱着阿辉 阿兰在空中被人一刀斩断 砰的一声落在地上 而那个人 还闲狼血弄脏了自己的刀 上上立即意识到 这是杀人鬼 竟然有人敢放狼咬我 即便对方只是个孩子 也不能让他逃跑吧 上上带着阿辉 匆忙地往回跑 这明明是还未到达禁区的地方 竟然遭遇到了鬼方的巡逻队 必须立即向首领汇报 上上的体力逐渐不支 身后的马蹄声越来越近 就在鬼方的大刀 即将砍到上上的时候 上上蹲下 是妙妙 妙妙挥出一拳 将人和马 直接积攀在地 倒地的鬼方队员 颤抖地看着眼前的小女孩 由此再向前一步 就是魏魏的领土 擅自闯入 将会受到惩罚 妙妙看着嬉笑着的鬼方巡逻队 回头立即安排上上 去接应魏魏的军队 上上想要留下 妙妙告诉上上这是命令 看着剑已经耗尽了自己 上上明白 自己只能服从安排 一路奔跑 上上突然神色一变 发现了藏在石头后面的萧原小 萧原小示意 上上不要声张 上上假装没看见他的手势 大声表示 如果妙妙受到一点伤害 自己将会拼尽全力 鬼方巡逻队的队员 准备奋出一个人去追上上 妙妙剑状徒手一掰 一颗二十年生的大树 直接被连根拔起 石头后面的萧原小剑状 感叹妙妙的力量 然而 对方又来了四个人 情况变得愈发严峻 巡逻队的队长 显得十分失望 四个骑兵 竟然无法战胜一个小男孩 而一个手无寸铁的小姑娘 竟然也无法制服 无奈之下 她只好出手 随手将一颗石头扔出 打在了妙妙的膝盖上 妙妙未曾防范 摔倒在地 萧原小担心地看着妙妙 妙妙身前的骑兵抓住机会 大刀即将落在妙妙的头上 妙妙知道自己无法避开 紧紧闭上双眼 准备迎接死亡的降临 然而 当的一声 大刀并未落下 原来是萧原小冲到了妙妙身边 为她挡住了攻击 这种案件伤人的行为 可不行 骑兵踢下的一刀 被萧原小用扇子挡下 骑兵大惊失色 这狼都能踢成两半的宝刀 却伤不到一把扇子 两人暗中较劲 扇子纹丝不动 马下单膝跪地的公子哥 嘲笑着骑兵利弱 一边缓缓推动扇子站起身 刚刚还气焰嚣张的骑兵直肩猛圈 这小子看似瘦弱 力气怎么这么大 骑在马上的人冷汗直冒 萧原小一声轮到了折扇 瞬间展开 扇中尖刀掠过骑兵颈部 血花飞溅 刹那间 骑兵已无声息 这干净利落的一招致敌 惊得妙妙瞠目结舌 巡逻队更是呆愣在原地 为首的队长率先清醒过来 鹤令他们愣着干嘛 三名队员立马喊着 要为老四复仇 向萧原小急驰而来 面对迎面即将劈下的一刀 小侯爷使出一招蜻蜓点水 轻松化解 瞬间将三人斩落于马下 这反差和平时相比 位面也太大了吧 可是妙门好喜欢 接二连三的失利 却让队长冷静了下来 这人身发好熟悉 其他部下还想应战 被他喝止 巡逻队还有任务在身 练战可不是明智之举 队长随即向卫卫国的二人 请求休战 他们鬼方巡逻队 无意闯入卫卫国领土 双方就此停手 他们便即刻返回 萧原小心然接受 伸手拉起妙妙 打算离去 温柔的举动 让妙妙面露羞难 小路乱撞 可还没高兴得太早 她的眼角余光 便瞥见巡逻队的一行人 并未就此离去 原来巡逻队的首领 并未放弃追杀二人 是一部队停在原地刺激而动 尚未察觉到危险的小姑娘 仍然兴奋地 对身边的人一通夸赞 可身旁的人此时神情 却露出苦涩 一手掩面 一抹鲜血从指缝中缓缓流出 这一抹红直接让 正在信头上的红发姑娘 慌了神 少女正要询问什么情况 小圆小则示意她安静 继续前行 尽管用手捂着 鲜血仍不断地从口中涌出 小猴也眉头微醋 表情凝重 巡逻队仍在背后 死死盯着二人的一举一动 眼下只能假装无事发生 祈祷自己能够顺利撑到 离开那帮人的视线为止 此刻绝对不能回头 吐血不止的小圆小 一手撑在妙妙的肩膀上 勉强维持着 身体不倒下去 他知道 此时若倒下身后的贼人 便会立即动手 眼见同伴的体况愈发糟糕 小姑娘慌了阵脚 不知该如何是好 只感觉自己的肩头越来越沉 小小怕不是快站不住了 千军一发之际 小圆小使出最后一丝力气 一把推开妙妙 示意她快跑 别管自己随即便跪倒在地 紧随其后的巡逻队 见有机可乘 就像闻到味的猎狗般 一起围追了上来 妙妙俯身推荡着倒地的人 催促着她快站起身来 身后的队长见此情形 更是觉得胜券在握 二人注定插翅难飞 而早已立即的小圆小 只能低声央求着妙妙快跑 紧急之下 蛮族公主一把抓起躺尸的同伴 扛在肩头 此刻也顾不上 是不是会对伤者造成二次伤害 行为美不美观了 身材矮小的她 扛着个高大的男人 撒腿就跑 提升渐进 眼看就要被追上 少女灵机一动用之前所学的马语 威胁马匹 这一招十分有效 追兵的马匹 受惊原地打转 给两人跑路争取了时间 首领看着手下 被红发小妮子 细耍得团团转陷入了沉默 似乎打算就此放过二人 要坚持住啊小小 灵中狂奔的妙妙 此时心中只有这一个念头 而她肩上 扛着的萧远小 却在一路颠簸中 意识逐渐模糊 最后倒映在她眼中的 是回去报信的上上 前来接应他们的画面 她的意识坠入黑暗 仿佛回到了幼年生病难受时 想要跟母亲撒娇的那段时期 幼年的她 伸手拽住母亲的衣角 可还未说出自己的诉求 便被女人一把甩开 诅咒自己儿子死了才好 男孩不解地流下了一滴眼泪 冰冷从小男孩空无一物的 手中蔓延开 然而梦中 很快便有另一双手握紧了她 给了她从未感受到的温满 是谁在握着她的手 萧原小猛地一睁眼 发现自己躺在床上 脚边躺着小狼 妙妙则握着自己的手 在一旁呼呼大睡 还嘟囔着吃不下了 怕不是在做吃大餐的美梦 男人侧目 温柔地看向那双握着自己的小手 眼前的温馨 让困意再次袭来 既然他们 已安全回到寨中 那就再睡一会儿吧 被一阵叽叽喳喳的鸟叫吵醒 一睁眼 便是香肠唇对脸 眼前的景象 让刚刚醒来的萧原小 满头大汗 大脑荡机 不愧是贵公子 家教就是好 面对非来厌喻 也只是礼貌地询问 骑在她身上的姑娘 在做什么 原来自己这一睡 便昏迷了三天三夜 并急乱投意的妙妙 听信了族中长老 讲的睡美人的故事 便想如法炮制 这才发生了刚才那一幕 早已领教过的小侯爷 心有余悸 她可不想再被这小丫头咬嘴唇了 看这一旁湿弱的小姑娘 内心不禁感叹 这野丫头就这么想咬我吗 顾不上安慰 萧原小急忙询问 狩猎挑战的情况 哪知道是白担心一场 从妙妙口中得知 自己竟然躺赢成了第一 虽然因为昏迷 错过了狩猎大赛后续 但凭借着一举干掉 四个鬼方敌人的壮举 成为了积分最高的猎人 卧槽 这也行 可是那时候 他俩光顾着逃命 并未带回猎武 是谁做的证吗 这可不得不提 带着人手回来救场的上上了 他不仅帮忙扛回了猎武 还为二人做了证 知晓了这番隐情 小侯爷不禁对上上略有改观 没想到这小子 竟然会为了自己 没想到这自言自语 竟然被门口路过的上上本人听了去 立马垮着个劈脸连声反驳 少特么自作多情了 邦尼是出于公正 最后一关键胜负 最后少年避开了视线 勉强承认了 假孝公子是个强敌 这绝逼是个傲娇吧 端着药汤走出房门的妙妙 与少年打了个照面 亲自表达了谢意 亲自的少年 只是脸色微红 别扭地表示小事一桩 今天的阳光有些刺眼 一双小手突然抓住了少年 原来是妹妹从长老那儿 收到了棒棒糖 小家伙转送给了自己 似乎是对她的补偿 另一边妙妙的娘娘 前来探望苏醒过来的萧元晓 把脉后女人一眼凝重 这并超出了她能力范畴 对此 病人本人反而挺淡定 连忙出言 安慰好心的岳母 这老毛病 就算是刘国名医都束手无策 治不好就不要抢求了 随即便和天真无邪的妙妙 岔开了话题 然而 女婿可能患上的 并非是一种疾病 在她体内 似乎有某种乏因 娘娘不忍心道破真相 建议她们去边境找景大夫 可能会有所帮助 在妙妙的记忆中 景大夫是个热衷 cosplay江太公 直钩钓鱼的怪大叔 但娘娘告告诫她 不要以貌取人 自己就曾受到过 这位景大夫的恩惠 有奶便是娘 有恩便是爹 若她能帮小小治愈疾病 尊称她三生老父亲 又有何妨 于是 妙妙立刻公主 抱起自家媳妇准备出发 全然不顾及怀中 大男人的面子问题 小狼见状 也心领神会的紧随其后 因为走得太匆忙 无暇顾及娘娘的嘱托 即在见到景大夫时 不得提起媳妇二子 任务没完成 还敢回来 在一处地牢 一名刺客装扮的人 毕恭毕敬地跪着 颤抖着声线 喊眼前人唐主 向他陈述着 任务没完成的理由 任务目标 一直藏身在 卫卫国寨子中 找不到下手机会 但成功处理掉了 目标护卫 恳求唐主 再宽限一些时间 唐主的嘴角微勾 问他想要多久 刺客说一个月 起料 唐主竟然转向 蹲在地上的青年 征求意见 被换作断崖的青年 毫不犹豫地回答 杀 此话一落 唐主便松开狗链 示意断崖行动 刺客大惊 电光火时间 只听得一声惨叫 青年首四立爪 满嘴獠牙 被他扑到的刺客 早已命丧黄泉 唐主一换断崖 青年便立刻回到 唐主身边 就像一只享受着 被主人挠下巴的 乖巧宠物 听话的宠物 就该被好好奖励 想着好久 没让断崖出去活动了 紫色披风下的人 询问青年 是否想要外出 青年忙不迭地答应 想必也是在 不见天日的地牢内憋坏了 另一边 家中的景大夫 正迫不及待地 准备品尝他最爱的 新人豆腐 不料 豆腐刚到嘴边 却被未曾相识的 登门拜访者 缴了雅信 景大夫一摔勺子 怒气冲冲地回了句 没人想继续用餐 对方却不依不饶 继续追问 逼得他再次摔勺 连吃两次闭门羹 屋外的妙妙和小小 正在商量是否要离去 屋里人睁眼说瞎话 怎么看 都是不想搭理他们 但妙妙不打算善罢甘休 眼珠子一转记上心来 大声朗诵线边的 彩虹屁三字经 让屋内人不堪其扰 就在萧原小鼓掌 给妙妙加油打气的时候 只听见屋内 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一个戴着奇怪面具 右手捧碗的怪人 破门而出 没想到 彩虹屁三字经 真的起到了效果 可还没大喜过望 就被下了逐克令 从没见过拒绝病人 如此简单粗暴的医生 而且 这面具啥玩意儿啊 关键时刻 还得由小狼来打破僵局 小东西一个飞扑加头锤 直接撞翻了医生 面具也随之掉落 妙妙剑机会来了 使出终极求人 傲一只抱大腿 一个剑步上前 死死抱住医生 威胁要是不答应 给小小看病 自己就化作腿部 挂件汗死在对方腿上 这儿戏般的医闹 让一旁的病人欲哭无泪 病人家属还在央求着医生 他一抬头 便看见了大夫的卢山真面目 锦大夫费尽九牛二虎之力 才把扒拉着自己脸的小狼 给扯下来 面具下的他 竟然如此英俊 面具被撞掉 近视眼的锦大夫 只好眯着眼睛 对死期白赖的妙妙发号施令 把眼睛给我捡起来 在一人一郎的通力合作之下 大夫勉强答应了 给萧远小看病的请求 少女兴高采烈 直呼锦大夫 是他见过最帅的男人 这话传到萧远小这儿 宛如晴天霹雳 而大夫本人 压根没听进去这句恭维 比起帅不帅 他更在意碎了的眼镜 始作俑者提议 把小白狼作为赔偿 直接被否决 大夫领着二人进入宅院 上完茶 便起身 取去备用眼镜 趁着这个间隙 萧远小装作不在意地打探 妙妙对待锦大夫的态度 那句锦大夫最帅了 让他醋意大发 一通旁问过后 正当他以为自己 已经洞察了隐瞒丫头的心思时 妙妙的一句 仔细想想 还是小小你好 瞬间又让他放下的心学了起来 如果他这么说的原因 是因为自己最帅 那就原谅他的建议四千 可妙妙给出的理由 竟然是锦大夫年纪太大了 这让小小妻不打一出来 一边心里嚷嚷着 要退婚 一边捏着小姑娘的脸蛋泄粉 二人打闹时 白狼突然挣脱 从妙妙怀中挣脱 两人跟着 来到一座茅草屋前 萧远小回想起之前 妙妙告诉他的情报 推测房内多半是失恋已久的凌蓉 便心急火燎的 直接推门而入 只见屋内一黑一白发男子 正压在凌蓉身上 给他上药 四人四目相对 场面一度 十分尴尬 妙妙不解地问白毛杀人鬼在干什么 却被萧远小五住嘴 退出了房间 上完药 凌蓉告诉他家公子 刺客身上带着府内的令牌 但故意露出破绽的行为 让人起疑 萧远小思存 府内最记恨自己的 就是被抢了爵位的大少爷 目前他们主仆二人只以自保为主 幕后黑手不知道凌蓉还活着 倒是可以利用这点 屋外 狼仔子正和白发男人嘻嘻打闹 小喜一直在找的主人 就是他 妙妙心中对鬼方的人 始终有所忌惮 转身向房屋的主人紧大夫求助 正在后院某处养护豆苗的屋主 似乎早把治病的事 忘得一干二净 直到看见妙妙 才想起正事 那暖棚怎么看 都是之前回魏魏国时 在野外露营所丢失的帐篷 搞半天 原来那个帐篷小偷是你啊 把脉后 医生指出 小小的症状不是疾病 而是骨毒 名为折的骨 来自鬼方国 需要定期用药控制 否则将侵蚀宿主心脉 数年性命不保 萧原小能活下来 是因为此前的骨毒被控制 最近才开始侵蚀 以致移动内力 及吐血不断 妙妙为情势所忧虑 忙问井大夫能否解骨 井大夫沉默片刻后露出笑容 区区骨毒 哪有他应付不来的道理 这个话可把妙妙高兴坏了 医生老父亲当场认爹 可萧原小却倍感不安 如此急躁的大夫 突然间笑容满面 真的没问题吗 准备好治疗用的各种材料后 房内只剩医生和病人 那么我们开始吧 正当萧原小以为 要开始清除骨毒时 大夫却画风一转 逼问起了自己的身份 握得萧原小手腕声疼 原来这名为折的骨毒 来鬼方自古以来 用以操控死尸的子骨 若得母骨调配得当 便可功力大增 锦大夫顾及喵喵在场 方才不便询问 此刻仅剩他们两人 若不老实交代 绝对让他吃不了兜着做 见对方如此认真 萧原小连忙安抚锦大夫 自己乃堂堂大流子鸣 怎会与鬼方死事有关联 何况家中并不缺钱财 也不会因财给鬼方卖命 他比锦大夫更想知道 是何人对他下骨 萧原小这解释倒也合理 一声姑且信了他这份说辞 当前首要任务 仍是为他清除骨毒 而最快速有效的方法 便是以毒攻毒 幸运的是 锦大夫恰好有专门 对抗此骨的天敌 只需把毒虫放入萧原小体内 待其吞噬完 折 再将其诱出 即可根治骨毒 不是吧 这治疗方案也太 小小的惨叫响彻屋外 令其余三人心惊胆战 妙妙依然不喜欢黑衣人 只想躲着他 男子声称自己纵使是鬼方叛徒 也不会抓人回去邀功 随后又开始八卦妙妙 和刘国和亲的事 搬出骁龙大将军 来迎亲的传言吓唬她 可妙妙才不管是谁指婚 由谁来迎亲 媳妇她指认小小 黑衣人听罢哈哈大笑 期待妙妙的表现 玲蓉听着两人间的对话 瞬间察觉 妙妙说的 小小就是自家公子 正琢磨着这些天 萧原小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 妙妙邀请玲蓉 跟他们一起回家 这话让玲蓉想起 公子交给自己的任务 只好笑着婉拒了公主的邀约 几天后 萧原小的鼓毒已除 出发前 景大夫把眼镜交给妙妙 让他们交给长老修复后 带回 当治疗费 景大夫好奇妙妙身为未未的公主 为何对一个留过人这么好 妙妙回答 因为这位公子是她的媳妇 萧原小连忙纠正她 应当喊夫君 听到媳妇二字 景大夫脸色突变 黑着脸把二人丢出院子 寨子里的人们 看着之前两场比赛的榜单 正在讨论第三场寻宝挑战 纷纷猜测上一场的黑马小小公子 会不会因病退赛 正说着 主角出现 众人简单寒暄过后 勇士挑战第三关寻宝挑战即将开始 今年寻宝挑战的地点 依旧是神秘的天坑迷宫 百余条错综复杂的通路中 隐藏着众多陷阱和谜题 谁能迅速解开谜题 选择正确路线 并成功找到指定宝藏 谁就是最后的赢家 首领宣读完 今年指定宝物的迷面后补充道 如果在探索过程中 产生了放弃的念头 只需要释放随身携带的黄金学舌鸟 后勤部便会立刻派人前去增援 听完注意事项 提着鸟笼的参赛选手们摩拳擦掌 寻宝挑战正式拉开帷幕 妙妙对着意中人喊话 等她成功夺下冠军后 俩人就成婚 面对少女的表白 萧原小惊讶不已 而她的岳父也破天荒地 并未提出反对 受到其他畏畏族人的感染 她也逐渐享受起 这场挑战的乐趣 进入洞穴 原本喧闹的人群分散开来 一下安静了许多 什么功课都没来得及做的 萧原小不知道该选哪条路 忽然背后传来熟悉的声音 是上上 少年质问她 是不是没研究过天坑迷宫 并向她炫耀自己 这几天从前辈那里取经 知道了很多关于迷宫的情报 现在最好的决策 是跟上上组队 心细的萧原小 发现上上手持火把的手微微颤抖 她怀疑对方可能怕黑 于是便假装示弱 要求上上允允许自己同行 这个请求立马得到了少年的同意 远处传来惊呼声 原来也有倒霉弹落入了陷阱 正当围观群众犹豫着 要不要失以援手之际 长老的眼兽出现 通报了出局信息 看来这陷阱碰不得 两人组队继续向迷宫深处探索 前方岔路上的人影 引起了萧原小的注意 是之前文士中 与她同一个考场的兔子先生 兔子先生正面对一道谜题 陷入两难抉择 小小看了迷面 建议她换条路走 可兔子先生不信邪 选择了自认为难度较低的 左边那条路 还没走多远 便折回来落荒而逃 迷面说的宝宝 竟然是一只比人还大的 巨型娃娃鱼 兔子先生一路夺命狂奔 很快就消失在二人眼前 这些陷阱竟然来真的 萧原小替她放出了 遗落在路边的雪蛇鸟 一脸弱智向的雪蛇鸟 尖叫着就攒狗命飞出笼外 这鸟真能起到作用吗 一路排查 小队最终来到一个门口 树有溺水加木伐木牌的洞口前 萧原小想起溺水行舟 不进则退的典故 认为这个洞穴 极有可能通向 指定宝物的埋藏地 不顾同伴反对 往下跳 随手还不忘 拉着少年一起 两人一路滑下 平安着陆 带火把重新照亮四周 上上掩认出 这里是卫卫国搞祭司的地方 祭林谷 得知这里是祭司地后 萧原小更加笃信指定宝物 祭司戒指 应该就在这附近 上上难以置信 萧原小的误打误撞 使他们意外地 找到了藏匿宝物的地点 萧原小推断 宝物应该就在附近 然而 到底在哪里呢 这时 悬崖变一个巨大的箭头 和跳下必死的纸条 突然映入眼帘 萧原小立刻明白 显然这是那位长老的恶作剧 林之山有虎偏向虎山形 既然以死威胁 那么跳下去 或许有意外的收获 萧原小跃跃欲试 上上的态度却截然不同 认为这样太过轻率 若萧小跳下去 不幸身亡 他如何向妙妙交代 然而 还未等上上阻止 萧原小便一脸决绝地 跳下了悬崖 上上被吓呆了 他只能找寻 另一条更稳妥的路下去 幸运的是 萧原小并没有受伤 恰巧有一阵强劲的地方 将他拖起 安全降落在了谷底 在一片蓝紫色的花海中 有个首饰盒 走近时 他竟发出一声刺耳的声音 恭喜勇者达到终点 此刻你所选择的宝物是 盒中的三枚戒指 金银铜各一 正是金斧头银斧头的翻版 萧原小并非一般人 不差钱的他 果断选择了那个 最不起眼的铜戒指 然而 这个结果 却令一直躲在幕后的长老 感到恼怒 他不满萧原小如此迅速地胜出 使得游戏失去了乐趣 他吩咐萧原小出去后 要善待妙妙 因为妙妙是 能够保护他的大福星 萧原小不减 古毒已除 为何还需要妙妙保护 难道今年命犯太岁 长老不愿再泄露天机 打发小小离去 让他携带宝物 去接受众人祝福 萧原小离开迷宫 便遇到妙妙一行人 看到他兴高采烈的样子 也忍不住与之嬉闹 看着俩人日益亲密的互动 首领气得印堂发黑 只觉得自家白菜被猪给拱了 为祝贺小小顺利夺冠 寨子里举行了庆功宴 妙妙仍旧观念婚约的是 在宴会上 急忙向父亲确认 是否能迎娶萧小小 正值此时 族人通报刘国的萧龙将军 以率迎亲队伍 抵达魏魏国 欲待妙妙回刘国完婚 妙妙慌忙之中 紧紧攥住萧原小的胳膊 恳求他立刻与自己成婚 他实在无法割舍 魏魏何家 看着妙妙不惜放下颜面求他 萧原小有些触动 可妙妙父亲却无动于衷 提醒妙妙牢记公主的身份 承担起责任 这让萧原小不知该如何安慰 似乎是受到父亲话语的开导 妙妙甩开小小 毅然决然地跑开 他决定亲自会一会迎亲队伍 萧原小目送妙妙离去 原以为他会大哭一场 看来自己是小瞧他了 刘国的迎亲队伍 抵达魏魏国 欲接公主回去和亲 前来接亲的将军 名为谢老虎 驻守刘国边境十载 屡次击退鬼方入侵 战功赫赫 凌蓉是其为偶像 没想到 刘国竟派他来接亲 萧原小坐在屋顶 观察着交接情形 疑惑着这样的阵仗 是否表明 皇帝对这桩莲姻十分重视 突然 一抹熟悉的红色 让他注意力转移 直接妙妙手持长棍 英姿勃勃地 面向迎亲对喊话 魏魏国崇尚武艺 仰慕强者 若要赢得他真心出嫁 就得打赢他 这大胆的挑战 令萧原小担忧 小侯爷本人没来 那只能由将军代劳 这场比武不打不行 既然得到了首领的默许 将军便全力应战 对方散发出的这股气息 正是他曾在井大夫处 见过的白毛杀人鬼 妈呀 妙妙心中暗叫不好 可已经晚了 结果毋庸置疑 鄙视以妙妙大败告终 萧原小迅速闪现 抱住险些倒地的妙妙 妙妙委屈 抬头看着护着自己的媳妇 泪水在眼眶里打转 一声声对不起 让什么都没做的大男人汗言 他扑倒在萧原小的怀里 放声大哭 这哭声令老天动容 大于请客而降 打乱了原先的迎亲计划 萧原小手着妙妙睡去 心中五味杂沉 换来玲蓉留下字条与信物 便狠心离开 第二天 妙妙醒来 仅见邪有后会有七十 簪花节发日的纸条 与一只簪子 这种紧要关头 竟然不辞而别 男人都是大猪蹄子 妙妙没有心思揣摩字句的含义 愤怒地将纸条撕碎 愿赌服输 妙妙只好出嫁 搭在了发际上 全当留个念想 穿上嫁衣的妙妙 美若天仙 送别女儿时 首领还调笑道 早日成为寡妇就能回家了 有需要便写信回家 迎亲队伍启程前往刘国 妙妙前途未卜 狼仔子小喜的出现 打破了远嫁公主的忧虑 而身穿小小衣服的玲蓉 此刻也在马车旁现身 她告知妙妙 自己会代替公子 陪同她前往皇城 萧原小须先行回皇城 制定下一步计划 唯有让玲蓉假扮成自己守护妙妙 而这次 还有骁龙将军相伴左右 自是多了一重保障 不知道隐情的妙妙 毫无危机感 途中 因有玲蓉与小喜的陪伴 又恢复了往日的活泼 兴奋之余 将军却给妙妙泼了盆冷水 让她别把和亲想得太简单了 若形势不当惹出祸端 被当成替罪羊拉出去砍头 也不足为奇 这番话 令妙妙惊恐万分 未曾料到 此去刘国将迎接一场 惊心动魄的大事件 入夜 浩浩荡荡的迎亲队伍 在林间找到一栋四合院安营扎寨 准备明日卯时再出发 而他们的动态 早已被躲在林中的黑衣人给盯上 为首的一名刺客露出獠牙 正是之前堂主放出来的断牙 妙妙坐了一天 轿子疲惫不堪 平时骑马骑惯了 坐轿子反而如同酷刑 扑倒在床上的她 不禁萌生出了想要回家的念头 突然门外传来的打斗声 吸引了她注意 她赶忙起身 推开房门询问情况 可门外两名护卫 只是告诫她 危险不要出门 另一边 林荣与为首的黑衣人 激战正憨 林荣斩下斗笠 熟悉的面孔 让她呆滞 这个刺客的面容 与萧原小 竟然惊人相似 趁着林荣走神的空荡 断牙飞上屋顶 与之拉开距离 林荣碍于对方身份 不敢下令放箭 断牙借机逃走 妙妙闻讯赶来 听到有刺客热血沸腾 甩开架衣 提着棍子 便冲出门外 速度之快 官兵们都劝阻不住 迎亲队伍中的官兵们 提着灯笼在森林内搜索 而断牙则躲在树后 观察他们的一举一动 妙妙发现了 目标正要出手制服 结果反被刺客制住 被她一手按压在地 满嘴淤泥 对方力气远超妙妙 挣扎也是突然 带到官兵走远 才松开按住妙妙的手 让激进窒息的妙妙 得以喘息 断牙审视着眼前的红衣女子 一通数落 妙妙正欲反驳 发现男子长相 居然与小小一模一样 怀疑是小小假扮成乞丐 来带自己私奔 但刺客连连后退 拾口否认 难道这人是小小的亲切 可这个推测 也被黑衣刺客否决 拉扯间 断牙对妙妙头上的簪子 产生了兴趣 寻思着 自己没完成任务 正好把这个送给堂主赔罪 于是便趁其不备 一把夺过簪子 果断开溜 据点内 蟹老虎和玲蓉 从死去的刺客身上 搜到了密函 得知这个黑龙章 来自近期活跃的秘密堂会 该组织经营着买凶杀人业务 可为何会有杀手 与萧嫣小相貌如此相似呢 两人正准备从长计议 撞上了跑出去追敌 却毫无收获的妙妙 见到蓉蓉 妙妙委屈地 将簪子被抢之室 和盘拖出 如今小小留给自己唯一的信物 都被打人夺走了 他俩还能再见面吗 商贩们的叫卖吆喝声 不绝于耳 不愧是皇城紫辰元 烟火气十足 突然 一辆失控的马车 在主干道上横冲直撞 接连掀翻了好几个路边摊 车夫拼尽全力 试图勒住马匹 徒劳无功 正当车夫无计可施之际 天降红衣猛女 一把拽住车夫脱手的缰绳 随着他一声大喝 成功化解了危机 一位蓝发美女 从车内探出身 赶忙向恩人道谢 他解释道 近期京城流行疫病 马突然发狂 还以为是疫病导致的 妙妙刚想继续打听 就被护送他的将军 给硬生生拖走 妙邻女子似乎认识小侯爷 根据红发嫁衣推测 这个仗义的女孩 大概就是前来和亲的 魏魏国公主 妙妙刚被将军塞回花轿 就挨了个脑瓜崩 新娘子满街乱跑成何体统 万一染上疫病 可怎么跟侯爷家交代 教子另一边的灵容 连忙跟着打圆场 解释了疫病的事 此病年初就在皇城蔓延开 一旦发病 人畜都会发狂 全靠白龙寺的高僧联合医馆 才勉强控制住了传播的势头 这皇城看着繁华 被地理也没那么太平 将军粗鲁地把红盖帕 往妙妙头上一扔 让他快点盖上 告诉他 进府之后 就得靠他自己了 这就是传说中的铁汉柔情吗 此话一出 妙妙一时竟产生了 这大叔还不赖的想法 迎亲队伍一路吹吹打打 惊动了不远处 正在布施的僧侣 其中一位僧人提醒 还在给病人布施汤药的示威居士 再不出发 就赶不上他徒弟小侯爷的婚礼了 但居士对婚礼没兴趣 不如在这里多做点布施 更有意义 僧人文言 连忙点头称是 在噼里啪啦的鞭炮声中 花轿被抬进了侯爷府 按照习俗 新娘该下轿子过门了 可妙妙只感到恐惧 抱着小喜在轿子里瑟瑟发抖 任凭旁人如何呼唤 就是不敢出轿子 有新娘子 快下轿子给我们瞧瞧呗 不知道他们蛮族平时穿不穿鞋 头上有没有长轿啊 土包子 竟然能嫁到皇城 来组上冒青烟了 这些在外面逼逼赖赖的人都是谁啊 话语中夹杂的各种情绪 也直接涌进妙妙的脑内 搞得她头都快炸了 小姑娘痛苦地抱住头 祈求有谁能来替她解围 她的祈求很快得到了回应 一个男人掀开轿子的门帘 牵住她的手 示意她跟着自己 这声音 是小小 可是 小小怎么会在这里 隔着红盖头 妙妙不敢确认 是不是吓了一跳 小元小比了个虚的手势 纵使现在有再多问题妙妙 也只能往肚子里咽 她像个提线木偶 在夫君的带领下 按部就班地完成一系列仪式 直到肖元小在耳边轻声提醒她 现在可是他们的婚礼专心点 妙妙这才回过神来 真不是在做梦吗 送入洞房 里程 独守空房的妙妙端坐在床边 一脸难以置信 小猴子就是小小 怎么会这样 可惜小猴爷欣赏不到 媳妇这么有趣的表情 她还有正式在身 肖元小找到在一旁 暗中观察的玲珑 询问她 当才结婚典礼上 有没有人表现异常 确实有人见不得她完婚 而那个露出马脚的人 竟是母亲的贴身丫鬟玉树 这结果有点出乎她的预料 只能让心腹继续监视 交代完后续事宜的肖元小 正准备回洞房 与妙妙禀烛夜谈 哪知迎接她的是一头空气 新娘子她人呢 不消片刻功夫 小猴爷就找到了 躲在树上的新娘 可妙妙还在对新郎 骗她的是怀恨在心 气没消之前不愿意下来 看着妙妙气鼓鼓的样子 一股怜爱之心涌上心头 肖元小忙不迭地陪着不逝 面对夫君毕重就轻的道歉 妙妙怒上心头 是不是觉得耍自己很好玩啊 对方嘴上说着抱歉 心里还真是这么想的 这更加让妙妙无能狂目 翻身跃下之头 揪起大猪蹄子的衣领 要对方解释个清楚 肖元小赶忙在夫人 额头上落下一吻 这举动让姑娘瞬间脸 涨得通红 只能把房间内的家具 对着夫君乱扔一通 以此泄愤 飞出去的家具 差点砸到前来汇报 玉树行踪的玲蓉 据玲蓉给出的情报 昨天的婚礼 大少爷就没参与 玉树见到自己 还活着 神情十分惊讶 仿佛见鬼 这个时间点 又跑去大少爷院中 行迹可疑 这么看来 玉树是大少爷和黑龙堂之间 联络人的可能性很大 护卫询问主子 需不需要把他先控制住 但这丫鬟 毕竟是母亲的人 肖元小认为 没有拿到确凿证据前 还是按兵不动 更为妥当 旁听的妙妙回忆起 抢了自己簪子的那个贼人 他跟小小长得那么像 会是他们俩 说的那位大少爷吗 刺杀小小的是背后 会有其母亲受益吗 肖元小也不知道 顾兄刺杀自己这件事 背后究竟有没有母亲指使 明天给父母敬茶时 可以探听一下口风 一日 小侯爷邪夫人给双亲奉茶 与一旁高冷的母亲 话语献主相比 父亲肖远和为人 更亲切随和 旁敲侧击地询问 妙妙昨夜休息的如何 肖元小自识知道 这问题是什么意思 立刻替心直口快的妙妙 糊弄了过去 见母亲一言未发 她主动询问起胸长的近况 其量母亲 根本不给她拜访胸长的机会 这一切被妙妙看在眼里 对婆婆的印象 自然好不到哪去 此番探听之后 肖元小就排除了母亲的嫌疑 妙妙不解 为何小小敢这么断言 男人没有作答 反问妙妙的气 是不是已经消了 这一问 让妙妙又记起了 自己被蒙在鼓里的事 火气蹭的又窜上来 可小侯爷也很委屈 明明自己走时 有留下字条 和媳妇交代过澄清的事 妙妙这才想起小纸条的事 但当时因为生气 没看清楚 就给撕了 于是 心事问罪的气焰 瞬间少了一半 小侯爷又补充道 那件信物也不普通 是世间仅有一件的遇刺之物 这下完了 心虚的妙妙 只能谎称 要给小喜坐窝 快速离开 由于走得匆忙 一脚踩在裙摆上 摔了个阵阵 另外小侯爷有些心疼 以为是夫人 还没习惯穿长裙的缘故 忘了追问簪子的下落 眼下是蒙混过关了 但簪子丢了的事 该如何解决 一人一郎 正蹲在池边垂头丧气 没想到抢了簪子的贼人 会刺头罗望 水下的断崖见妙妙 满脸不开心 本想吓唬她一下 让她转换心情 没想到反挨了她一顿揍 这让好心的刺客满腹牢骚 妙妙没功夫 听她东拉西扯 只想让眼前的人 赶紧把簪子交出来 断崖知道了妙妙的软肋 握着簪子 在对方面前虚晃一枪后 便又插到自己的头上 扑通一声 跳入池塘溜之大吉 可现在再喊抓刺客 已经晚了 得知府上出现了刺客 萧远小气定神贤地 想建议她躲起来的玲珑表示 该焦虑的另有其人 自己雇佣的刺客 竟然敢大摇大摆地 跑来侯爷府闹事 这幕后黑手 莫不是乱了阵脚 听说兄长近期 至于妙妙就让她熟悉下府中情况 蛮族公主自是闲不下来 直接把侯爷府的池塘 当做了野外湖泊 带着小喜狩猎到了一条大鲤鱼 正当他们一起分享 今天狩猎成果的时候 被大少爷给抓了个现行 身旁的玉树告诉大少爷 此女正是她的弟媳 本舅和弟弟有过节 大少爷自然看弟媳也是不爽 言语间竟嫌贬低 小小不在身边 不能跟她硬碰硬 学乖了的妙妙 连忙向这位兄长请安 见小姑娘服软 男人换了副嘴脸 当着妙妙的面 数落弟弟的不是 并且大言不惭地表示 要不是自己的爵位被抢 现在妙妙的夫君该是自己 按理说 爵位确实应该由长子来继承 可妙妙不相信 小小会干出暗算哥哥上位的事 便出言为户 这下大少爷可来了尽 越骂越难听 言语间还暗示萧原小事的野种 这让妙妙忍无可忍 一拳奏飞了这个不合格的兄长 奏完人就气冲冲地带着小喜 赶紧开溜 揍人一时爽 揍完火葬场 前脚惹完大少爷后脚 又被婆婆抓去上课 万幸此时 妙妙还不知道 妙妙痛揍了她的宝贝大儿子 虽然没有体罚 但刘国的礼仪 对蛮族公主来说 杀伤力巨大 既然来了刘国 就要守这里的规矩 婆婆无情地告诫 才让妙妙意识到 自己早已离开魏魏 离开了可以让自己任性妄为的家 归来的袁小 看见自家妇人没落的背影 连忙向侍女打听发生了什么 她担心 母亲会对妙妙动粗 得知只是上课后松了一口气 见小小护着自己 妙妙怪不好意思的 换位思考 想想夫君每天都要做这些 无用的表面功夫 也挺不容易 发现老婆在心疼自己 小侯爷便借机撒娇 脑袋枕在对方的大腿上 闭目养神 妙妙一边揉着夫君软软的长发 一边心里犯嘀咕 不知道小小会不会 更爱知书达理的类型 自己可编不成那模样 难得两人享受着轻逆时光 凌蓉却有事来报 一个女装大汉 硬闯进了后花园 这女装大佬 正是妙妙哥哥胡帅 得知二人成婚的消息 风风火火地赶来庆贺 三人围坐一圈 萧原小定睛一看 发现妙妙哥哥所穿的女装 好像出自她时常光顾的凝香画法 女装大汉 对此连连夸赞妹夫眼间 花街柳巷的事 瞒不过她的眼睛 妙妙不懂烟花巷的意思 被哥哥好心科普 怎料妹妹的第一反应 不是责问夫君 怎么去那种地方 而是阴阳怪气自己的哥哥 怎么在那边打工 这胳膊肘也太往外拐了 被问猛的哥哥 只能拿出一切都是为了 你嫂子来挽回尊严 可还没来得及 细说这个嫂子的事 她就若慌而逃 留下小夫妻愣在原地 萧原小想的妙妙解释 凝香画访的事 但妙妙表示她完全不想听 好家伙 原来她不是真不在意 而是有在吃醋啊 心中有愧的萧原 小起来的大早给妙妙问安 谁知媳妇毫不领情 铁了心要丈夫 带她去宁香画访 长长见识 这地方可女孩子可不兴趣啊 更何况还是自己的老婆大人 小侯爷只能捂着耳朵 装没听见 三十六计躲为上 既然夫君不愿意带 那就自己去 区区门径 怎么拦得住她 趁四下无人 妙妙爬上大树 翻墙出了宅底 着陆的时候 好像踩着了什么东西 直到脚下的东西发话 她才意识到 踩到了的大活人 不是冤家不巨头 人肉垫子 正是刺客断崖 脱妙妙的福 导致她行踪败露 现在只能在府外晃悠 重新寻找门路 妙妙一见她开口闭口 就是簪子 连今天换了身不像乞丐的衣服 都没看出来 这让断崖很是不爽 既然簪子还在自己手上 不如以此做妖邪 让这女人带自己去街上玩 为了拿回簪子 妙妙只能忍辱负重 带着断崖在街上闲逛 妙妙头一次体验到了 跟在别人屁股后面 替人擦屁股的滋味 二人在街边偶遇 正准备埋葬发病蜂牛的众人 断崖一听来了兴致 想趁热别浪费 自己身上就有虫 不怕蜂牛身上的 要不是妙妙死死拽住她 恐怕她还真会当着众人的面 表演一个生肯牛肉 她这一通风言风语 妙妙没完全听懂 但她知道 病死动物的肉肯定不能吃 只能自掏腰包带恶疯了的刺客 去吃别的 没想到 这人看着跟夫君长差不多 胃口却比自己老哥还大 吃饱喝足的断崖 一脸幸福 感慨遇到了好人 这让萧原小的首席迷妹 怎么顶得住啊 只能以头撞住保持清醒 所以她真不是小小的兄弟 或者亲戚吗 面对野蛮丫头 一而再再而三地查户口 断崖怒了 声称堂主就养了她一条狗 没有第二条 两人的动静 惊扰到了旁人 而那个人 就是被妙妙救下的美女姐姐 女人邀请二人与她同行 吃个下午茶 她的住处 正是宁香画房 妙妙不禁窃喜 这美女姐姐看着面扇 说不定是她阿哥的同事 可能是兄妹间特有的心有灵犀 正在屋顶上六号的胡帅 打了个大大的喷嚏 惊醒后一低头 就看见画房里的鬼方五娘 跟一个神秘人鬼鬼祟祟的 便决定将撬斑进行到底 她倒要看看这帮人在谋划什么 另一边 女人给二人准备好了茶点 为了和恩人姑娘独处 便抛出绣球 把断崖制走 女人微笑着纠正了妙妙对宁香画房的认知 这里表面上是男人寻花问流的地方 可实际上是情报流通的据点 念在妙妙曾救过自己 女人愿意无偿提供一个 关于魏魏国的小道消息 据传 由于不满和亲一事 鬼方国派出使者 试图拉拢魏魏 让他们作为自己的先锋 进攻刘国 作为公主妙妙觉得这传闻一派胡言 情急之下 一掌拍断了盛放糕点的茶几 女人愿意替妙妙留意 这则消息后续的动向 并告诉了她购买情报的折扣 与街头暗号 若有需求 再来即可 见天色已晚 没找到断崖和哥哥的妙妙 只能打到回府 打算和小小合识一下 那个关于魏魏国的传闻 小公主双脚刚一落地 就撞上了前来寻她的夫君 袁晓一改往日的温柔 冷眼问她去了哪里 这让妙妙一下子慌了神 不就出去溜了一圈 有必要这么凶吗 然而萧元晓接下来的话 却让她心凉了半解 兄长她死了 事发突然 侯爷入朝未归 家中只剩萧元晓主持大局 她一边吩咐着下人 前去通知府尹朱大人 一边牵着妙妙 大不留心地向兄长的屋子走去 夫人的哭声撕心裂肺 林荣告诉赶来的夫妻二人 半个时辰前玉树发现 大少爷倒在院中 众人赶到时早已没了体温 萧元晓的脑中飞速运转 从倒下的位置来看 兄长应该是想逃跑的 尸体状态推算 恐怕身世之前就已遭遇了不测 夫人猛然回首逼问 是不是妙妙干的 昨天打伤她大儿子的事 还没跟这个外族媳妇算账 今天人就暴毙了 只能迁怒于眼前人 一旁的玉树还火上浇油 声称大少爷昨天回来 就说不舒服 本来今天还想请大夫来看看 想把锅甩给妙妙 不会真的是自己下手太重 把大少爷给打死了吧 妙妙有些动摇 痛失爱子的母亲朝她扑来 伸手想要掐死这个扫帚心 小妙小连忙挡在二人间 不让母亲伤害妙妙 似乎是觉察到了 自己的行为有失体统 夫人转而把一枪悲愤 往小儿子身上发泄 言语恶毒程度 让人汗颜 而小侯爷 似乎早就对母亲的这种态度细以为常 面不改色地安排下人 把悲伤过度的母亲带去休息 等父亲回来 再供伤对策 他承诺一定会找出真凶 处理完了母亲这边 妙小快步带着妙妙 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 妙妙一想到 现在自己背负着杀人的嫌疑 忍不住泪眼婆娑 一不小心 又踩着裙板摔了的大跟头 小侯爷这才注意到 媳妇情况不对 一番查看 确定妙妙崴到了脚 他二话不说 就背起媳妇 一路上 二人聊着大少爷暴毙的话题 小侯爷让妙妙放宽心 人不是他杀的 他平时可没少挨老婆打 这力道要能杀人 那他早就死了 魏魏族人天生蛮力 真要下死手 又怎么会让兄长拖过一天 听了这番开导 小姑娘不再自责 走着走着 下人在八卦夫人 和小侯爷母子关系的 闲言碎语 穿进了他们耳中 其中一人说 夫人每年都会去祭拜一座 墓碑刻有萧元小名字的荒坟 这是什么情况 难道真正的萧元小 已经死了 这番对话 二人听得真切 但萧元小对此 却默不作声 妙妙见状也不敢多话 猜测夫君大概知道这事 小侯爷帮妙妙 包扎好了受伤的脚 就忙着处理其他事去了 出门前叮嘱 妙妙要乖 不要再乱跑 不想再给袁小添乱 妙妙只能答应下来 可此时 他更想陪着夫君 替他一起分担 正当他黯然神伤时 屋外的小喜 像是发现了什么人 嚎叫着跟他报信 妙妙来到窗前 仰头望向树梢 又是那个刺客 在两人一来二往的闲聊中 妙妙反应过来 断崖可能是把大少爷 错任成任务目标给误杀了 傻乎乎的刺客 还以为杀了大少爷 能让妙妙感到开心 在他眼里 被囚禁在高宅大院中的女孩 跟被关在笼子里的自己 同病相连 不禁萌生出 想要带妙妙一起走的想法 可眼前姑娘的话 却让她意识到 自己难道杀错对象了 杀了人还一脸轻松的模样 让妙妙惊出一身冷汗 这刺客是完真格的 她真正要杀的人是小小 反应过来 自己搞错目标的断崖 盘算着该如何补救 妙妙连忙出声阻止 不准断崖伤害她的心上人 妙妙对目标的袒护 让她很不高兴 妙妙在心中暗下决心 小小有危险 得去帮她